4月24日由张猛指导 周冬宇特别出演 王强领先主演的电影《阳台上》 举办了首次发布会 三位主创集体亮相 此次周冬宇不仅担任特别出演 还首任电影出品人 与导演张猛合作挑战全焦片拍摄 活动现场三位主创 手持不同品种的绿植出场 寓意自己或电影中所饰演的角色性格 周冬宇回忆曾经的自己 表示越来越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感受 就是我们如果拍白天的戏的话 就到点就收工 因为他对光的要求非常严格 对然后对声音啊 以及对所有的就是各方面拍摄的要求 都挺严格的 因为胶片就是骗不了人 然后导演一直跟我说 我说导演你为什么要用胶片拍电影 他说因为用胶片记录电影 是永远都会保留下来的 是这种很好的方式 我就记着小时候我妈让我背课文 或者快考试的时候 让我白天背一遍 早上起来背一遍晚上背一遍 说早上起来最容易就是接受 记忆力清楚 对对记忆力最好 就是大家都上学 所以我每天就是晚上看那个纪录片 早上起来醒了就看纪录片 我刷牙的时候就听纪录片的声音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劲儿 找那个感觉 感同身受的地儿就是 其实真没用 对 有一点 有一点 就小时候我们家生活条件特别不好 对就是让我想到了 真的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 就是住在那种快要拆迁的那种 居民楼里的那种感觉 对于此次与导演张猛的合作 周冬宇现场激动地表示 自己一直很喜欢张猛导演的作品 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因为我特别喜欢张猛导演 一直想跟他合作 特别期待跟他合作 所以就来这个次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阳台上是周冬宇首次担任 电影出品人的影片 对于第一次尝试参与电影出品 就选择阳台上 他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对 其实我就主业就是拍戏 我觉得 没有 就是因为 我想 就是用自己的微博之力 多多的去支持 就是好的导演 然后好的作品 因为 因为说实话 现在有很多 就是好看的电影 可能因为他受众群体 没有那么大 然后排配比较少 然后 还有很多好的演员的表演 然后大家就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就被 就被埋没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想 用自己的 一点小小的力量 然后 去支持 然后去保护 一些就是 不可以让大家 每一个人都看到的电影 非凡娱乐 北京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